我很交替的 我很难搞的 就这 也就这样嘛 哎哟 来啦 嗨 哈啰 孙老师 这够拼的 为了已经可以带菜了 大必许的 这是我杀手点 是啥呀 一会就知道了 今天我跟秀老师 一人一道 虾香特色 剪纸餐 我做的是 紫萃 波波鸡 孙老师做的是 东北大饭堡 地南 一北 PK 开始 我先把调料准备好 首先要放一点点的 胡椒跟花椒 然后再加一点辣椒 一点点的盐 小米椒 葱花汁一起倒进去 香菜 熬好的鸡汤 哇塞 苏老师你闻闻 香味已经出来了 咋呀 哇 已经在了起跑线上 做减脂餐 肯定要选减脂的食材 我的蛋白质 选择的是鸡肉 然后我把它切成小块 穿起来 我的蔬菜是 新兰花 白菜 黄瓜 青笋 花菜 杏鲑菇和黑木耳 把所有你喜欢的蔬菜 穿起来 主食就是藕片 土豆和芋乳 我们现在在安静的等水煮开 我们就看看它在干什么吧 要炒个鸡蛋酱 哦 点睛之笔 好水开了 我们就下串串 青菜我会最后下 因为青菜煮的时间 不需要那么长哦 LATER 好了我已经煮好了 现在我叫把它下进去 把它下在里面浸泡10分钟 就可以吃了 也是一般般吧 你最好说实话 真的好笑 好 来我们看看秀老师的大饭包 就这个 我很挑剔的 我很难搞的 一般不好吃 我可能会吃话实说说的 一般 拍着良心说 哦真的好吃 砸碎的那种 姜汁米浆的味道特别成烈 我吃虾子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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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是按照一拳主食 一掌蛋白质 和一大口蔬菜的原则来吃 我直接动手了 你放手 自己来了 好吃 扣一选我的包包鸡 扣二选秀老师的大饭包 你们更喜欢哪个呢